八年以前到现在就平均两年买一栋房子 哈喽我是刘坤 今天不是梅子餐 我今天就是做一些就是关于咱们中国的同胞在日本 通过自己的努力做成的一些事的一个采访吧 所以最近认识了很多就是大哥大姐们 然后就是让大哥大姐们聊聊他们的故事 让大家听一下有可能对大家有帮助 大哥刚买的地啊在这在收拾呢 今天下着鱼很拼啊 大姐好 我们不是说父亲话吗 是吗 对对对 要说父亲话是吗 对对对 你说吧 大姐好 那个大姐好 那我叫那个 我叫 我叫 老乡吧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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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对对对 然后网络还不咋补片那时候 是是是是是 不长练以后呢 中间吧 我跟我老婆 因为我们初中的时候是同学 在国内的时候 然后后来就联系 联系好的就慢慢好像就是 对双方都有感觉了 哈哈哈哈 然后我回那个老家回父亲 回了一趟 然后我们接触了以后呢 就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我又回乃绿吧 就是在这边一起生活 刚下来的时候很苦 真的很苦 人家去租房子 人家还不给你书呢 是 我明白 所以看你中国人 什么七七八八要求又高 这中间有一个插曲 就是怎么说呢 我刚来这四女四嘛 不要说会社你哈 对 就是没有那个担保人 就是说看你是中国人租房子 他就信任度不高 这确实是 明白明白 这大家都了解 明白 刚去租的时候呢 这个中介跟环东不租给我 对 然后就另外通过一个另外一个中介 人特别好 就咪哩咪哩的变咤 可以说啊 后来可以 没事没事没事 然后成了一个朋友 然后通过他然后租了那个物产店 对 我一下来就可以那个 在四女四那个静帖 就开了那个物产店 然后横冰那个店就交给我哥去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刚下来资金不多 然后就租了房子 对对 小小住了一个小小店面 怎么说呢 苦女子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找过来 对对对对 然后呢 人生也有几次起伏啊 对我来说 对 那个时候就是很低 说心里话是很低 就生活很拮据哦 那个 后来呢就开一家按摩店 说白了 但是我们有正常的营业许可证 就正常的 有开过这一家按摩店 因为我那个时候 因为怎么说呢 物产店生意特别好 就一个月基本上 营业都做好几百万嘛 因为我属于在这个三重县市里 是第二家物产店 哦 就大概 十七年以前 有 十七年以前开始开 对比较偏早一点 是是是是 但是有一家 tienen 父亲口味多一点 对对对 然后就扣那些然后起家了 算是起家吧 就白嫂起家吧 对 然后父亲两个人就 努力了大概几年 然后就投资的那个三便街 市里市那个车站的对面一个三便街 然后一来坐那个物产店 然后对 原来我们去租 租的话呢 店铺呢一个月要四几万还租 然后二老呢 比如说做一个卡,我也开卡拉oke 唱歌的 那个时候也有八九万,然后加上三楼住的自己必须 一个月要交三十多万 然后我就想一想一年要四百万左右还住 然后我就想去买一个店铺 就是说这些钱我可以说五年就回来了 然后就买了一顿在商店街,买了一顿那个 就等于说店铺加住房 就十七年,十六年以前嘛 就从那个开始,然后自己做生意 物产店搬到那边去 十七年以前开始投资 中间隔了八年没投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走下坡 我们自己也申请了知识会社 也申请了公司 但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很年轻 才二十四岁左右 很高,很自大 什么都想做 我开过中华料理店 还有那个菜市场 然后中国贸易 然后就以公司的名义都开过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一下子 就经济不好了 然后就下降了 下降我把公司关了 然后去打工 我其实打工呢 差不多十年了 差不多,打到现在打到十年 我上班 但是同时呢,是我打工打了两年以后 然后呢,商店街那边一楼我出租出去 二楼也出租出去 然后这些有那个还租的收入以后 然后再加上我去就职 我也去大公司就职 大公司 那边就属于大公司吧 就全部就断断续续 上班上了十年 但是真正的投资房产就是八年以前 八年以前 到现在就平均两年买一栋房子 对 有没有一栋吧 一套也有 就另外一个是一套 其他是一栋的 大家要听清楚 是一栋 不要听错了 不是一套或者一件 是一栋 对 然后就从今年的七月份开始吧 我就看上这块土地 随南不大 随南不大 对对对 然后就想自由一点吧 说心里话 然后就说 能活着嘛 就要有一种目标 对 没目标的话 活着就是觉得 没什么意义 光靠那些还场 我就太险了吧 明白 对 这就是大佬的心态 对对对 做这块土地 就是想做未来发展 就是说 怎么说的 我们国内说的烧废铁吧 废平 对对对 然后呢 做一些就是建筑行业的公司 对对对 就基本上是这样 对啊 那个林大哥 这个嫂子你们两个再说一下 就是 有可能有些朋友 有可能是想来日本 或者是刚来日本 就是 就是你们两个在日本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 你们就是给大家有没有一个好的意见 或者什么 就打比方说来日本你要注意哪些情况 或者是做哪个东西比较好 因为我个人的感觉呢 来日本必须得要日些好 对于未来的基础嘛 得打好基础 然后想未来发展的话 得看你自己个人的兴趣 我觉得在日本 只要你付出一定的努力 肯定是有回报的 很辛苦就可以 嗯 爸爸你觉得呢 对我觉得呢 就是 就是我现在有点后悔啊 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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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语讲的不好 没事没事 已经合完美了 就基本上对我来说 是我这个一个基础没打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想在日本立足 就基本上呢 你呢 绿雨水平要 真的要跟日本人可以 交通 交通得了 高通得了 然后呢 这是第一 还有文凭也很重要 说心里话 我现在文凭低 国内也是一样 必须要先看文凭 然后呢 多学习一点东西吧 嗯 然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 就要把身份 就是 怎么说 人在日本 在我们脚部的身份拿好 对对对 身份拿好 这是最基本 对 然后涨一点资金 如果就职的话呢 开心的话呢 其实可以继续就职 对 没有说一定要创业 怎么说创业 真说心里话 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对 也要付出 但比如就职开心的话呢 其实就职也不错 嗯 对啊 跟人际关系搞好的话 其实也挺开心的 嗯 然后呢 创业的话也行 但是必须要吃苦 这绝对要 我一路找过来 虽然年纪不大 活了40年 但是我觉得吃苦真的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 行为 基本上是这样 对对对对 咱们因为毕竟来一个不同的环境 陌生的环境 完全跟自己的 跟咱们中国的世界 自己的世界观 完全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感觉 刚开始的融入很困难 而就是 他就是自己的思想 跟大家不一样 那时候 也会感到很困惑的时候 也会有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 比如说 就跟林大哥说 最开始说的就是 在做那个物产店的时候 中间跟嫂子又取得联系 然后 就嫂子来日本之后 然后林大哥又跑过来 然后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 嫂子 最开始的时候 也跟给了林大哥 一个很大的 就是 我们结婚20 现在20年至少 应该有20年 每天都在一块 对 就算相互扶持吧 对 我就说嘛 我就说今天 林大哥就像下着雨 嫂子在里边 在屋里坐着 林大哥在那边忙着 也是陪着 陪着一起来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咱们中国娱乐话 就每个成功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 默默之士的女人 我觉得这句话 今天真的是 很体现到 完全体现到这句话 真的真的真的 谢谢 你真的喜欢安定的生活吗 是 起伏不要那么大 对对对对 比如说挣钱了 突然间挣了不少 但是赔钱的时候也有 对 所以就害怕 就这个大起大落 就是 对自己的 平平淡淡 其实也是很好的 对女人来说 平平淡淡也是福 对对 就是这个意思 要遮存的话 你就等孩子大了 那你要遮存 你就遮存 好嘞 行 谢谢 谢谢 もしこの動画が好きだと思ったら いいね コメント シェア お願いします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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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